Makayo直播套前事件献哥终于开口说话了。 6分之4,5,中天中和台湾间10点小明星大跟班播出主题有介有还真的好难。 演艺圈欠钱事件簿,邀请艺人安迪、白云、马妞、圆圆、Makayo与炳钱,上节目聊演艺圈的借钱事件。 艺人Makayo日前在网路上开直播向丁小琴讨债,意外引发风波,Makayo透露当时是想帮丁小琴扭转倩钱的形象,所以邀约他上直播公开说清楚,没想到最后他已要开会为由缺席爽约,让Makayo颇为无奈,最后才呼吁大家不要再被骗而闹上新闻。 吴宗献则则认为应该要给丁小琴一个机会,没有人希望看到他变不好,解决别人的困难,也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。 节目上,来宾们分享遇过最瞎的借钱理由,Makayo透露某女艺人声称官司败诉要被关,向她借15万脚罚金,否则恐有牢狱之灾,Makayo担心对方真的会被抓去关。 赶紧借她钱救急,她有很多官司,不止有一个。 暗指与直播新闻事件同一人,吴宗献表示有看到新闻,并感叹,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 那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?最后还反问,她不是一直都有在做生意吗? Makayo尴尬回应,有呀,但她生意就是一定会失败的感觉。 此话一出,来宾们个个哭笑不得。 另外,安迪表示戏剧圈有一位大哥,出了名脉借钱,有次三更半夜到安迪家求救,开口就是50万。 安迪吓到庄最睡觉,结果隔天一早庸人开门让大哥进屋,大哥竟直接跑到卧房继续借钱,他拉我们的脚,叫我们赶快起床。 Sandy听门直呼,好可怕哦。 最后,安迪很下心不借,有趣绝对无回,而且他恶名昭彰,不止跟我借。 吴宗献则透露,有朋友借钱几乎都会以不容辞帮助,我这个人心肠就是很软,有一个朋友开口借两千万。 庞大金额让来宾们都惊讶不已,吴宗献坦言当时对方电话里声音怪怪的,所以直接答应对方的要求,后来对方真的传了账号过来,还质问怎么没汇款,吴宗献回应,我以为是在录影。 他原来以为是综艺节目效果,没想到真的来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